长相不算十分漂亮,但却是十分讨喜的女星 演起青春偶像剧却也没有半点违和感 妥妥的林家小妹,深受观众喜爱 第一,谭崇运1990年5月31日出生于四川省卢州市市涌县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谭崇运主演青春剧《最好的我们》深受观众喜欢 谭崇运也不算是特别的漂亮,但这玩玩脸观众看着就喜欢 多年后再演高中生也是没半点违和感 主演的《以家人之名》当时已经三十有余了 一言那么的少女感,温情的剧情 这部电视剧真的有感动到小编 于任家人主演的古装剧《锦衣之下大火》成为爆款热剧 除了这三部电视剧,她还主演了多部电视剧都是不错的 但是小编觉得这三部是最有代表性 分别与刘浩然、宋威龙、任家人高颜值搭档主席完全厚得住 第二,邢飞 1994年10月1日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2015年10月,邢飞参加湖南卫视校园祭时中益节目 一年级大学季而受到关注 2019年11月,凭借电视剧《自我们暖暖的小时光》获得第26届华顶奖中国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提名 相继主演了《乌鸦小姐与蜥益先生》《你好神枪手》等青春偶像剧 这三部搭档男主小编个人认为是颜值最高的 分别是林一、任家人、胡一天 虽说行妃长相不错 说是大美女实在有点牵强 但是和男神帅哥搭档也是没违和感 第三,沈月 1997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少阳市武刚 中国内地女演员 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6年,沈月因参演科幻古装网剧《颤抖吧阿布》而进入演艺圈 2017年,出演青春校园网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中》的陈晓希一绝 让观众惜之,后主演《流星花园》 《我亲爱的小洁癖》等 当然还有多部电视剧就不一一列出了 沈月一个自带青春气息的女孩 虽然也不是十分出众的美貌 但给人家林家小学妹的感觉 网友公认有初恋味道 以上的三部作品也是搭档高颜值帅哥分别是胡一天 王鹤蒂、刘以豪也是相当合称的 谭松韵、邢飞、沈月这三个女演员都有林家小妹的感觉 但都各有各的风格魅力 你又更喜欢哪一个呢?